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早天雲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陳恩進 一股東不過有風的補充昨晚抵達廣東沿岸 吹著一些大北風 今早天氣都比較涼 去到早早7時大部份地區的氣溫都降至16至17度左右 大家出門口時最好都是穿多件外套 至於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我們見到 橫嵐地區的雲量不算太多 我們在清水灣的天氣照片亦都見到 日出之後都開始見到一些陽光 預測今日將會是大致天晴 早早天氣清涼 一間乾燥 最高氣溫會上升到21度左右 風方面會是吹和緩至清淨的北至東北風 離岸為間中吹強風 我們預計東北過有風會在今個星期的中期逐漸地緩和 到時候氣溫亦都會稍為回升 另一方面現時在西北太平洋 我們見到一些對流雲團 這是剛形成的熱帶低氣壓 我們預計這個熱帶低氣壓會在未來的兩三天 大致向菲律賓並且逐漸增強 之後甚至有機會進入南海 不過去到冬季海水溫度比較低一些 熱帶氣旋出現的地方一般都是比較南的位置 相反去到今個星期的後期 我們預計將會有另一股東北過有風影響華南 所以未來的幾天我們都展望 明天來說仍然會是大致天晴 早上天氣清涼日間乾燥 而去到今個星期的中期 氣溫就會稍為回升 今早的天氣就和大家看到這裏 再見 再見 再見